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姨妹 一年一度的大搞卫生又来了 大扫厨 感觉好累 刚洗好被子 然后现在要洗窗户了 这个窗户是铝窗 比较难搞那个卫生 有点脏东西的话就很难擦很难擦 开始 开始吧 我在网上买的清洁膏 说得都好都好 好像没啥作用 这个窗太脏了 早几年装修的时候 那个保护膜没掰掉 没拿出来 现在是掰不掉了 它已经融为一体了 等我有钱我要把这个窗户关了 不想搞为什么就把窗户关了 这个之前尝试过了 用钢丝球都擦不掉 拉一下这些照片都长虧了 这个是我小时候 小时候像男孩子一样 像吗 这个是爸爸当兵的时候 是不是跟现在不像 一点也不像对吧 然后这个是我小叔 这个是妈妈 这是我 就是在我们家的这个树子里拍的 这棵树应该有百年历史了 这个应该是 14年还是15年拍的 这个是我嫂子 然后这是我 那是最臃肿的时候 最肥最肥的时候 118斤 然后这是我哥哥 这些都是我哥哥 然后这些都是我哥哥 这几个是我叔叔 全家福 但是不算人齐的 要是我们全部人齐的话 可能有40多人吧 这个是我二姐 这个是大姐 二姐年轻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这是大姐 这张就是我三到四岁的时候 当时拍照还是很害羞的 然后皮肤也是比较黑 这个是姐姐的朋友 照中照片 这个就是了 多有历史 这个树在我们很老的房子 就是在我们家的原地这里拆了那个房子 重建了这里 以前的房子很破烂的 每次打台风的时候 总是怕他那个台风吹倒了我们家的房子 好重啊以前 但是爸爸还是爸爸跟妈妈还是辛辛苦苦把我们四个养育成人 看这个像我吗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啊 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照片是我重洗的 因为之前它有点模糊了 然后重新用手机拍出来 然后再洗出来 所以像树是比较差的 还是有点像的吧 眼睛圆圆的 然后肥肥的 这个是鱼爸跟鱼妈 鱼爸那年是12年 2012年过生日 然后我们出去外面吃饭给他拍的照片 这里鱼爸鱼妈还有一张照片 卡下去了 看不到 就是这样子的 多开心当时 又掉下去了 不管那样 要有双面胶贴住它才不会 这个就是我侄子 小时候他非常可爱 但是他从小就喜欢皱着眉头 小时候超可爱的 特别是他笑的时候 超喜欢他 然后他现在长大了 总想打 哈哈 然后这个也是他小时候 小时候 微微一笑多可爱 现在都十多岁了 十四十五岁左右了 一转眼这么快就马上就要上高中了 这个是我几个堂哥 腰 这个是我侄子 这个寸来寸去 以前他很调皮的 这个是我哥哥 亲哥 然后这些都是我堂哥 还有几个没有拍棋 这个是我爸爸 二叔三叔 还有四叔 当天晚上不在 这个就是鱼霸2012年过生日的时候 拍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14年吧 14年春节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拍的照片 所以啊 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 记得要多拍点照片 不论他是丑的还是美的 呃 榴根面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呢 也是12年 鱼霸过生日的时候 三姐妹陪他们过生日拍的 这姐姐 大姐 二姐 我 是不是很胖 然后以前是短发 这里鱼霸 鱼霸 都老了许多了 我们长大了 他们就变老了 这个就是鱼霸 不知道是什么年代拍的 以前她的脸上 没什么皱纹的 胶原蛋白 满满的 鱼霸不太爱拍照 所以她的照片会比较少 鱼霸就比较喜欢臭美 以后要多跟鱼霸拍点照片 抓住她的青春 那这个是我们四姐妹 唯一的一张照片 就是很少 极少会聚在一起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各自的家庭 各自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 拍照 拍合照 这个是哥哥 哥哥还没结婚的时候 就是 就是姐姐 姐姐那次好像是带姐夫回来见家长的 然后姐夫就带了一个相机回来 这个是二姐 这个就是我了 我跟他们三哥是十多岁的 然后这个后面呢 这个就是我姐夫 当时我看到她 我还是非常害羞的 知道她不在了 我才敢露出笑容 就这一组照片也是那一年拍的 就是那天姐姐带姐夫回来见家长的时候拍的 我姐夫帮我拍照的时候 我就很害羞 然后习惯性不看镜头 当她走了的时候 知道她不在我面前 当我不知道她在我后面 我就露出了九尾的笑容 以前我们邻居家都是这种泥房 就是瓦房 这个巷道呢 就是在我们门口肉转那个巷道 但是现在大家都起了高楼了 鱼爸最喜欢这张照片了 这是鱼爸娘拍的 然后我就依偎在她的身旁 她好喜欢这张照片 那个微信还拿了这张照片做头像了 然后她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都想跟我拍这种感觉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哥哥嫂子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拍拖了 所以嫂子啊跟姐夫啊 都是看我看到 从小看到大的 你看这么小的时候 姐姐都谈红论嫁了 那时候我还没懂事呢 就三四岁 家河外事兴是我绣的 14年的时候刚学实际绣 当时好像实际绣也是比较流行的 然后我就自己绣了衣服 家河外事兴讲的就是 大家要和睦相处啊 只要家河外事兴了 做什么事情都顺利的 这个符子也是我绣的 这个符子也是我绣的 当时女爸就看到我绣好了 就马上拿出去框好了 然后就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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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靠路边 灰尘特别大 现在还要搞一下其他了 一天搞一点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再喜欢一门的记得跟住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